大家好,欢迎回到肥宅的频道 上一条再版片我都说了,今个月我应该忘了 但是今个月的新闻又真的很值得说 无论是正常的款式还是将会出的款式都蛮有意思的 所以就唯有快快收手,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立刻做完所有手头上的资料 份稿我就4月7号打好了,所以之后出的所有PB东西就唯有下个月再说 首先说了正常商品,水星之魔女有两个出的 HIGH GRADE 重型特骑兵 明显升了级的杂鱼机,没有了头顶的角和背包腕的就是多了个肩炮 导弹发射器和组型看上去火力都已经提升了的laser枪 本体就真的没怎么改过,但用了一只深绿色,整个感觉就已经厚重了 HIGH GRADE 迪兰扎索尔 一样都是没了头顶的角,看看本体和一般机的感觉就真的不大分别 是后裙甲那里和背包就改了形状 后裙甲一样有得接起,而背包加大了位置相信是有做到分件分析的 肩甲就有不一样的形状,但依然可以做到收纳武器这个功能 FULL MECHANICS 风铃高达 说就说了很久了,今个月终于下去,本身是3月推出的,但没原因之下延到4月 和HIGH GRADE最大分别就是柏梅达黑痕是用了电道红加上透明外壳 就必然是闪过HIGH GRADE版的了 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骨架,但关节的联动依然有设计好 跟必会跟动画一样可以做到不同的组装 看看BANDAI在RG GOD延期之后超大量的出货和HIGH GRADE版风铃每个月都有再返 估计货量真的未必会说少,所以第一岁买不到就等第二岁吧 MG SATA 高达卡版,暂时2-3年最高讨论度的高达模型 说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终于等到 主要改动今次就不再放在外交和细致上 反而就是集中在一直为人救病的变形系统里面 官网那边直接逐个步骤给大家看怎样做一个变形 基本上还没买这份模型,变形的部分 你知道,我知道,过大眼都知道 其实香港的师兄可能未必那么有感觉 日本那边就真的疯了,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呼声最高要重造的高达模型 SATA一直都在第一位 所以这款都挺肯定要厉害的了 这个4月真的都挺杀戮战场 SD高达模型冠DX套装 一月做预告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说过 它是非常可爱的SD版 当然,看图都知道它部件真的很少 重点是你完成了组装之后 它有个框架的stand 让你分件上好 当是装饰做一个Display 这款我看到自己都会买的 SDCS旋风高达 亦都在一月新品预告的时候 讲过会出的 本身在超任的SD Gundam GX出场 始终由当时的GAME出的机体 颜色的配搭比起动画来说会鲜艳 感觉上是多了一点 那个年代超级系的元素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 然后讲PB 看多一次 是去到4月7日为止上了价的款式 HIGH GRADE 吉姆 摩洛哥战线规格 基本本体就是得安之道的吉姆 但看起来武装就多了个肩膀炮 亦有多了一把不同的雷射枪 颜色也有改造 今次用了一种精神的橙色 本身的结构已经是秒杀的款式 HIGH GRADE 仓白骑士 骑兵营 外转 Vising Link 入面登场的机体 原本由类似泰坦斯的色组 改为白色奥安的色组 头上多了色灵场的Vigor 最紧要当然是右手的复合型特殊武装 射吉 头部对眼监视器的位置 亦有一个类似眼镜的蓝色透明盖 说真是型的 MG 败者之荣光系列武器抗充爆 印象中好像刚刚改完无奈 有多鲁杰斯2专用的长枪 是很贴心地给捷播部件 做在盾牌的伸延关节上 另外有两个链仔和链刀分叉器 是给死神高达用的 最后当然还有给伤头龙高达用的 那对翼和那条尾 计算大概70分左右一套部件 划不划不划就见人见智 RE-100系列 跟衣丝 陆战型蓝鸟 队阳色 V系列的杂与机 还要是MSV里面的变种 原本开这部机体那班 全部漂亮 但一个死得比一个惨 真是很贵心 说回这部模型 看什么料 头旁边那两个东西 其实是可以打开 一边有独立的导弹 以RE-100来说 这个细节都已经算得很不错 设定里面始终它也是小机 尺寸来说 就不会比HIGHG大得上很多 线条轮角我认为算做得挺好看的 但冷门成功 真的不知有多少人有兴趣 HIGHGRADE BUILD 加MAR GUNDAM 很明显由力气大压斯改出来 但它就没有直接用完模 手脚的关节全部有做多了一段可动 而它的光速格林火炮 挺划算 因为它买了力气大压斯 上去当作一个瞄准器 所以你想的话 它是可以组成一只完整的力气大压斯出来 MASTERGRADE F91 2.0 钛合金金属屠层版 所有东西跟正常版一模一样 分别就是多了一个太合金的涂层 这款MT本身的细节是足的 结构也非常结实 摆姿势非常轻松 当然入灯的位置跟正常版一样 是有给你的 但是灯就真的要另外自己买了 跟机还包含拉芙雷亚西部份的件 可以做一个场景 如果对这个效果有偏爱的师兄 这款是值得入手的 HIGHGRADE 阿尔多拉多托列斯 本体就是X的杂语机 去到Rewise一样都是两产的反派 造型上它有很多一片片的细节 可动其实意外不差 那支最特别的Multiple Barrel Raffle 可以评举这一下也是两点 Raffle的开合是用C扣 但是玩得小心一点 倒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MG吉姆追击手特装型 迪尼斯专用机 它这份模型是有两支追击枪 比起正常版多了一支 当然机体的颜色不同了 亦都有专用机的贴纸 比起正常MG版的黎黄色的机身 我就真的觉得这一支是顺眼很多 加上它又多了一把真的不一样的追击枪 所以这个价钱我觉得可以勉强收货 HIGH GRADE 黄黑机动 黑泰伦3 一支挺重换味的机体 和正常版比 当然就是多了个衰左之蓝版的V角 本体是Double Sector为蓝 和正常版一样可以做到分体 不过我觉得素组来说 可能正常版就会好一点 现在这个版本大部分的金色 都是用贴纸去补色 当然如果可以自己喷油上色 就会很棒 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会做素组 可能这方面你要先考虑一下 HIGH GRADE 海盗高达 X1改 比起上次8月的时候就贵了3元 这个当然不是重点 本体的尺寸比正常的HIGH GRADE 这个也是跟着设定 武器和效果件全部都给你 这个价格是算不过分的 不过留意 第一,它很多要保释的位置 都是要上黄色 这下是恶搞的 第二,它背包的4支 为了可毒 就用波装做关节 是有点不稳的 第三,它比Pay Phone的质地 真的好差 不用好过用 如果真的喜欢这款 可能买X1已经够了 MG勇士 Johnny Raiden 专用机 MSV的出品 用的基本上都是红用2.0的部件 不一样的是 它有两支枪 背包也是可以挂到两支枪 本体的结构而言 就没有改动过 当然可动比起1.0是准备很多 但件和件之间 一样有互相干涉的状况 如果自己是不会做上职的朋友 又喜欢Johnny Raiden 其实可以的 High Grade 风铃高达 帕梅特 黑行龙 上个月新闻的时候 已经预告说 会在PB出品 而它一口气 亦出了两水货 分别是6月和10月派货 不过也是马上被人禁止了 这下我真的有点想不到 始终它只是改了颜色 本体和High Grade的颜色 完全一模一样 可能真的这支风铃 有我感受不到的魅力吧 MG High New HWS 抗冲爆 包装的部件有两支炮 胸口的装夹 线裙夹 小推挂件 一个盾 背包推进器 和水铁 G Mega 部装和Mega盾 真心帥 之前旧价叫210 现在明显便宜了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 立刻被人瞄了 日本的限定版 亦有一只讨论到很高的机体 RG SASA比 SYF版 跟SYF的New HWS一样 它的防油炮是完全 中二向地有一个新的设计 比起New HWS 这次它就被人玩图玩得很厉害 看回PV 它其实是浮游炮之外 亦都可以当近战武器用 一开始都觉得OK 但看完改图之后 我见到也忍不住想笑 8号凌晨 刚刚收多了一个限定的商品消息 Gundam Base High Grade UC GIPP-C 战役套装 一口气包了三只高达 包括ZETA UC0088 高达Mk2新生版 还有白色新生版 套装装装装一口气 可以定起三部机体的支撑架 亦都有Gundam Base版本特製的水贴 Mk2和白色就不特别说 ZETA UC0088 这个版本 是我觉得High Grade里面 最值得入手的一个 平时PB就一定是秒杀 如果看到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接下来就说预告的机体 先说PB的款式 大部分之前都被人秒了 有兴趣的真的要留意一下 MG ZAKU2 Johnny Ryden专用机 又一样是Johnny的专用机 其实就是红渣2.0 PB官途没有展示到Bashuka 但是我找资料 其实应该是包含的 跟红渣比除了颜色之外 只有各个形状不一样 提回一提 Johnny Ryden用的ZAKU 正常版的MG是高基道型 而这一款是不一样的 MG 星食高达加雷神背包 以后用回星食这个名字 直译音真的有点奇怪怪 这个Pack是加上雷神背包的套装 雷神背包是可以独立 以一个飞机形态展示 本体无论是MA或MS的形态 背包都可以做到一个合体 初反就是去年11月的事 目测下去都挺横下的 有心入手的师兄 要想定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放他出来 MG 星食高达专用机动突击背包 如果你不喜欢雷神背包 同时你又有星食高达的话 就可以考虑这个突击背包 MA和MS的形态都一样可以 跟这个背包做到一个合体 有四个子梯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可动 看上去的细节是真的很多 但也可以想象到你摆姿势 都应该挺烦的 HIGH GRADE 拜业特潘优 以及墨优柳士潘优 应该下一水就是7-9月派货 上次买不到的就要留心了 GUDIC的机体 比起WING本转的造型 风格再突出了 基本上都不太能看到有里奥的影子 两个武装的数量都升了 比起本体会更吸引 HIGH GRADE 吉姆斯巴达 又是一种挺另类的机体 作为特殊地形专用的MS 它的色、细节和武器都变得更野战向 整件事有一种说不出的男人脱血味 正所谓真男人就要玩两产机 HIGH GRADE 2nd新自护号 83cm高的MA 继GP03之後 再一次考验大家空间的极恶机体又回来了 它是大到要分开AB箱才能安装好那些件 这一盒会包上新安州MS的本体 还有多一对光速虎包卖 新自护号两边的肩甲可以打开 收纳到新安州的武器 同时它的底座是有位置收纳一部分你用不着的件 但看到这样就相信缩胶和水贴都会成为一个挺显难的问题 如果有新完成了都希望分享一下 砌起来有什么要留意 接着来说三个就是正常会推出的商品 FULL MECHANICS 禁段高达 CD的三小强娃士 之前两只出了没理由这只不出售 其实FM系列我觉得是合格以上的 说到尾 没有完整的骨架又不见得有太大的问题 设计做得好呢 那些细节关节连动做得足 那不是一样好看 唯一真的可能有问题的就是 那条大筍做得那么疏 会不会很容易断呢 8月就出了 放长双眼看看如何吧 RG Erbion WING里面即古斯最后开的机体 其实到现在都理解不到完全放弃远程攻击 是一个什么玩法 不过不要紧了 外表即正义 刚刚才在live那里说完 说不会再玩RG 假出一只这样的WING机体来跳机我 看来我也是要做这个反口系的YouTuber 看回观图那条电面 直接这样跟你变成分色做好给你 DANG 9月就出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第一岁 我想你先看哪里有得定 你先订定 SDCS 布桑绿妖 命运女神 这个系列我真的没怎么玩 但叫价2000日圆 真的好像不是一个常有的价钱 我看它是给了四款武装 而且那个金色不知道会不会是做了电道 7月就出了 到时又可以大家一起看一看 这条新品的影片就到这里 这个月我又要出差 又答应了人拍片 看来这些会镜都要通了 刚刚就做完20K的抽奖 都差不多派了彩 再一次多谢各位的参业 给我一点点时间 其中有很多位 这两年多来一直都有支持飞责 也有很多人留了很多窩心的说话 不一一细表 但真的收到的 多谢各位 未来都会努力在不影响正式的情况之下 继续做不同的影片 希望无论是模型的本体上 或者一些处理的技巧 都会给大家多一点的参考 大家玩上来都会过瘾一点 过了20K订阅是很开心的 但依然需要大家的帮助 帮手Like、Subscribe、Share 我是肥薩模型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Peace